大家好,爱吃一带小猫君和大家见面了 从南宫明和安安珍到李世英和裴仁和谁获得了最佳情侣奖 让2023年末充满甜蜜能量的NBC韩剧最佳情侣即将确定 较于30日播出的2023年NBC演技大赏 2023年给观众打来了欢乐和悲伤 这是一个会顾已经呈现的韩剧作品的机会 今年的最佳情侣奖候选者以多样的作品打动了观众的心 唤醒了冰冻的爱情细胞 18日NBC通过官方账号和网站宣布 2023年演技大赏最佳情侣奖候选人已经揭晓 第一位候选人是韩剧《律师》中宇卓焕和金志颜 两人描绘了一段超越身份差异 向外人隐瞒身份的公主的新鲜爱情故事 光是看着就让人心旷神移的甜蜜浪漫 每个周末都让观众心潮澎湃的两人的表演值得期待 朝鲜律师改编子作家郑申君创作的同名网络漫画 由宇宙焕 金志颜 车贺润主演 剧情讲述了汉阳最好的外部情报部门江汉秀 为了杀人而向父母求助 了解朝鲜的法律 有一天他遇见了前国王的公主李延珠 但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两人共同侦破各种案件 并在过程中逐渐欣赏对方 欣赏悬疑 喜欢悬疑和古装爱情的人 可以看看这部 第二位候选人是韩剧《恋人》中 南宫明和安安珍 在战略时期尽管冲突重重 但仍保持着爱情 经历了漫长的痛苦之后 终于到达的真挚爱情 让很多人落泪 并引发了2023年的恋人热潮 常菜夫妇是否会被选为最佳恋人备受关注 恋人从南宫明 安安珍 李学舟 李多英 金云宇开始 故事发生在《饼子战争》后 讲述了神秘男子李章浩和刘继彩 突然在私人训练中的故事世界 有一天与安安珍相识 两人在困难时期相爱 却碍于时代背景 被迫分开 不仅整不剧的剧情非常悲伤 南宫明的演技也让人着迷 每一个动作眼神都非常细腻 凭借韩剧《恋人》 再次震撼韩国观众们心里的演员 南宫明被重新审视 最近韩国网络社区上发布了几张照片 标题是 南宫明作为现在 也很受欢迎到《疯管欧爸》的日子 该帖子包含一张南宫明的照片 他在2011年NBC韩剧 《你能听到我的心吗》中 饰演凤丸一绝 当时南宫明通过让观众 饱受富男主之苦 引领了电视剧票房 南宫明因为饰演角色本身 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他的大眼睛充满了叙述性 空洞的眼睛看起来有些悲伤 而且在剧中 他饰演的男主 有着一段不可能的爱情 让人心痛不已 照片中的南宫明 一如现在充满了酷感 不过 比起现在的厚重阳刚的样子 他给人的感觉 更像是一个帅哥样的帅哥 展现出另一种魅力 12年前 看过南宫明照片的韩国网友评论道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南宫明 我真的很喜欢 王欧巴的男二标准 我喜欢他 他当时很帅 这是南宫明传奇的开始 王欧巴 我仍然无法忘记 我是帮Merry组合 初恋本身 可爱又酷 等等热烈回应 据悉 恋人的最高收视片段 是南宫明和安安真 最终的亲吻 第三位候选人 是韩剧 《今天也很可爱》的 《狗钟》 车银忧和朴奎音 他们理解彼此的伤口 并向对方告白 荣获2019NBC演技大赏 最佳一分钟情侣奖的陈一忧 雨季出道后 首次担任2023NBC演技大赏 MC的朴归英之间的 协同作用登场 已是有预兆 陈一忧是K-pop男子组合 Astro的成员 作为演员 积极从事各种活动 她在MBC热门韩剧 《今天也很可爱》的《狗钟》 饰演主角舒缘 并通过演唱该剧的 第一部ST 《极度》 展现了她的多才多艺 特别是陈一忧的活动 不仅在韩国国内 而且在全球范围内 为越来越多的人 带来欢乐 去年 陈一忧通过在亚洲 六个城市举办的 个人粉丝 见面会巡演 2022 Just One 10分钟星空大棚车 与全球约5万名粉丝见面 度过了有意义的时光 热播的韩剧 《今天也很可爱的狗》 在全球ODD平台 Backton Wiki上上映首周 就在93个国家级地区 排名第一 证明了陈一忧的热门话题 剧中 陈一忧以无与伦比的 数学老师的身份 让大家爱上她 她密切关注拍摄场景 以提高戏剧性的完美性 而朴奎英则完全沉浸在 剧中的滑稽场景中 甚至让观众感到惊讶 心情好 五彩缤纷的魅力 加上她可爱的外表 让一切变得更好 第四位候选人是韩剧 《猎女朴氏七月结婚传》中 李世音和裴仁赫 两人正在描绘 超越死亡和时间的浪漫 来人在一场 针锋相对的化学反应中 展现了19世纪的儒家少女 和21世纪冷酷无情的 君王之间的化学反应 在2020NBC演技大少 最佳情侣奖中 担任主角的李世音 是否会重现当时的喜悦 令人好奇 10月28日 有韩国媒体报道 李世荣和裴仁赫 在床上的吻戏 即使脱掉衣服 也无需惊讶 《猎女嫖》是 《七位结婚传》的剧透视频 在节目视频中 当天的嘉宾是 金叔最好的朋友李世荣 金叔和李世荣 在拍摄周末指令时相识 金叔一出现 就拥抱了李世音 展现了亲密感 金叔看到李世荣 跺着脚说道 你瘦了 快点吃点东西吧 李世荣回忆起 在大使院的金李世说 我有话要告诉你 我试图不吃晚饭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和姐姐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 你不是一直都很照顾我吗 李世荣目前正在拍摄 MBC韩剧《猎女嫖世契约结婚传》 对此金叔表示 我觉得现在有一部 李世荣类型的韩剧 我喜欢你的职业 我认为经验 在这个世界上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经验 你就不可能有职业 演技不行了 人品耗尽了 你早就退出了 这就是我羡慕你的职业生涯的原因 金叔评价了李世荣 一直在拍摄的陪仁赫 也嫁住了 金叔问 拍戏难不难 李世荣说 今天有点难 不是很困难吗 其实我拍了一场吻戏 金叔文言欢呼雀跃 表达了自己的激动之情 对此陪仁赫表示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吻戏 李世荣则更进一步说道 我们是在床上拍摄的 不过即使是脱掉衣服 也不用大惊小怪 金叔问道 听说难言员最难的就是床戏 陪仁赫则表示 是啊 如果我只是定下确切的日期 我会计算并做到这一点 陪仁赫说 我喜欢露营 我和父亲一起去汽车露营 金叔说 我和你父亲会谈谈 陪仁赫犹豫了一下 说道 据我所知 你们是同龄 金叔看着1998年出生 今年26岁的陪仁赫说道 我猜 有可能吗 一直大家哈哈大笑 据透露 陪仁赫的父母出生于1975年 与金叔同年 金叔说 我应该为我朋友的儿子 准备些东西吗 并为他提供了红辣椒泡菜 作为特殊的配菜 随后 金叔烤的五花肉和羊排 送给李世荣和陪仁赫 三人吃得很开心 2023年 MBC演技大赏 将于30日晚上8点40分播出 主持人是 金城珠和朴奎英 SBS演技大赏 也公布了最佳情侣奖候选人 SBS最佳情侣奖提名者 为花树生恋爱史 浪漫一生金师傅三 与恶魔有约的演员 候选主角是 丽云和申瑞恩 安孝谢和李圣经 金玉珍和宋康 SBS目前正在进行公众投票 目前第一名获得者是与恶魔有约 他们是宋江和金玉珍 两人以23207票的压倒性得票率 在与恶魔有约中 宋江和金玉珍的默契配合 为观众呈现了许多经典场面 为了拍摄探格戏 两人苦练探格技巧 整整拍摄了一夜 这场戏中 酒员和道戏的感情逐渐升温 通过舞蹈展现出 两人之间的默契和情感变化 金玉珍透露 有一幕道戏边跳舞 边打混合耳光的情结 是她即兴发挥的 展现了她作为演员的 应变能力和灵气 大家觉得 今年NBC和SBS演技大赏的 最佳情侣奖 会花落谁家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